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真实的历史上曹操确实得了头疯病 也确实请华佗医治过 不过曹操杀华佗 可不是因为他提出开颅手术被曹操所猜疑为关羽报仇 实际历史上华佗与关羽没有交集 关羽刮骨疗毒时 华佗已经去世了 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是另外一位没有记载姓名的医生 而华佗也没有给曹操提出做开颅手术 曹操杀华佗不仅是多疑 更是华佗的所作所为挑战到了他的底线 华佗是东汉末年非常有名的神医 他少年时期就精通医术 后来他又在成年后游览多地行医 并且他经常无偿帮助平民百姓 由于他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再加上他精通全科 还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 因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 其实 华佗与曹操算是老乡 两人都是乔县 现今安徽博州市 人 不过华佗自幼就四处游历 玄乎济世 替人治病 曾经有两名官吏尼巡和李延都 罹患了头疼发热治病 二人症状相同 都是便寻民一无果 二人慕名 来找华佗寻求医治 而华佗在两人症状相同的情况下 居然开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药方 更令人惊奇的是 两人暗方服药都先后痊愈 由此可见 华佗的医术不拘泥一格 善于根据个人体质差异灵活运用 某地独游患病后经华佗医治基本痊愈 但是华佗为他把脉之后 告诫他缘妻未复 切记防侍 否则有性命之忧 结果独游的妻子听闻他痊愈 就从老家去探望他 两人相见之后 那是小别盛新婚 当晚独游没有按照华佗的叮嘱借色 果然他在与妻子同房三天之后 救病复发去世 还有华佗替广陵 现今扬州广陵区 太守陈登看病的是 陈登的病症是面色赤红 心情烦躁 当时陈登找了很多名医 看病都治不好 后来他的下属听说 华佗正好游历到广陵 替百姓治病 于是就把华佗找来 替他看病 华佗善于针灸之术 他在给陈登针灸之后 又让人准备了几十个脸盆 不一会陈登就对着脸盆呕吐 连续吐出了十几盆红色的虫子 由此 陈登病症立刻得到缓解 但是华佗告诫陈登 他的病症 由于吃鱼过多引起 让他以后戒掉吃鱼的爱好 日后也不要再过于操劳 否则还会复发 三年之后必有性命之忧 但是陈登不以为意 依旧酷爱吃鱼 果然三年之后 他救病复发 这时候他派人去寻找华佗 却正好赶上华佗上山采药 最终陈登发病而亡 年仅三十九岁 从这里能看出来 华佗在没有现代的医疗检测仪器时 仅凭着中医的望闻问切 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发病特点和时间 可以想象 华佗的医术有多么高超 后来 华佗还医治好了 在战场受伤极重的东吴明将周泰 由于他先后医治了陈登和周泰 所以他的神医名声 在上流社会中流传的也非常广泛 当曹操的头疯病发作后 他的属下就向他推荐了华佗 当时曹操还问 可是那位医治好周泰的名医 就这样 华佗就被请来给曹操治病 头疯病是一种类似于现代偏头痛的疾病 主要病症就是慢性振发性头疼 在发病时头疼愈裂 这种病就算是现代医学也极难治愈 即便缓解症状后 复发率还是很高的 曹操长期受到头疯病的折磨 发病起来什么事都干不了 这让他很痛苦 即便曹操当时已经是邪天子令诸侯了 他能享受到当时顶级的医疗资源 但是便请明医都无法治疗他的头疯病 这些医生别说治疗 连缓解他的症状都做不到 华佗来了之后 他用最擅长的针酒疗法 加调配的中草药 很快就控制住了曹操的病情 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 曹操的头疯病症状大幅度缓解 这时候曹操也终于能在晚上睡一个踏实觉了 可是 华佗也只能缓解和延长曹操的头疯病症状 和发作时间 别说在那个时代不能根治头疯病 即便是现代也没有哪个医生 能够百分百根治头疯病 因此 最后只能是曹操发病时 头疼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了 就得立刻请华佗来医治 华佗来了 就能立刻缓解曹操的症状 并让他的发病时间延长一些 但是曹操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病 如果发病就得找华佗 那岂不是太麻烦了 万一再像陈灯那样 发病时找不到华佗怎么办 所以曹操就觉得 应该把华佗留在自己身边 他想在许昌给华佗一座豪宅 再给华佗在朝廷安排一个差事吃黄粮 他就是想把华佗留在身边 当自己的私人保健医生 随时随地让华佗给他治病 由于曹操位高权重 华佗也因此 在许昌治留了很长时间 毕竟他也不敢明确拒绝曹操的美意 可是他对曹操的美意 是一万个不愿意 他一心是想行医技士 他想离开许昌 去更多的地方 帮助更多的平民百姓患者 如果留在曹操身边 那么只能治曹操一人 哪及得上拯救其他更多的生命 更有意义 当时曹操已经五十多岁 华佗已经六十多岁 论岁数华佗比曹操大了十几岁 如果总在许昌治留下去 以年纪而论 华佗肯定得死在曹操前面 因此 华佗可不想后半生 只为曹操看病 所以 华佗想了很多办法 拒绝曹操的美意 但是曹操就是非要他留下来不可 最后没有办法之下 他只能撒谎骗曹操 说自己的妻子在老家生病了 他需要回去照顾妻子 曹操听说华佗的妻子病重了 他也不好再把华佗留在许昌 所以他就只能叮嘱华佗治好妻子之后 速去速回 就这样 华佗才终于摆脱曹操 离开了许昌 华佗这一走 就再也不打算回来 曹操多次派人去请他 他都以妻子病重为由推脱 后来曹操更是亲自写信去请他 他依然还是以妻子身体不好为理由 拖延时日 总之 不拒绝曹操 也不遵从曹操的命令 就是一直在拖延 时间长了 曹操这个人多精明 自然就感觉 华佗似乎是在说谎 他不想给自己治病 于是 三国志 记载 使人王俭 若妻性病 刺小豆十斗 宽限时日 若其虚诈 便收送之 这意思就是说 曹操又派人去找华佗 这回 他叮嘱派去的人 注意观察华佗妻子的病情 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的有病 那么就赏赐华佗一些小豆 并给他宽限假期时日 如果华佗说谎 他的妻子没病 那么立刻把他抓起来 押到许昌 曹操派去的人到华佗家一看 华佗的妻子 是既能干活 又能干饭 哪里像是有病的人 于是他们就遵照曹操的旨意 立刻把华佗抓了起来 押到了许昌 到了许昌之后 曹操听说华佗欺骗自己 也十分生气 于是 他就把华佗关押到了许昌监狱之中 命人在狱中严刑拷问华佗的罪名 按照汉朝律法 华佗欺骗曹操属于拒绝征兆 属于触犯了拒绝征兆之罪 因此 一代神医华佗就在监狱中被严刑折磨致死 终年大概64岁 其实曹操杀华佗往生了分析就能明白 曹操杀华佗不单单是欺骗的原因 他有必杀华佗的原因 而华佗也有些咎由自取 首先就是曹操认为 华佗瞧不起自己 所以才不想给自己治病 因此 换个角度想一想 患者总认为 医生高高在上 看病不尽心看 又瞧不起他的意思 这样的事情放到现代 肯定也会爆发医患关系矛盾 要知道 曹操可不是普通的患者 那可是您叫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 负我的乱世枭雄 华佗让曹操产生了这种感觉 那就注定曹操不可能容他了 华佗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态度 这就属于触碰到了曹操的底线 既然他不合作 不肯给自己治病 那就毁了他 其次就是 曹操认为 华佗属于邪技自重 适才傲武 头疯病这种病难以治愈 华佗肯定是明白的 他也会告诉给曹操 但是曹操会不会信 那就不好说了 因此 曹操甚至会想 华佗是不是明明能治好自己 却偏偏不治好 华佗是邪技自重 再联想到华佗瞧不起他 所以曹操就认为 华佗是邪技自重 外加嗜才傲武 想一想 那个时代敢在曹操面前 嗜才傲武的人 诸如孔荣 弥横 杨修等人都是什么下场 他们全都是死路一条 那这样看来 就能理解 曹操为何容不下华佗了 凡是敢在曹操面前 敢邪技自大 和嗜才傲武的人 基本都被曹操整死了 曹老板这一生 可谓是最容不下 在他面前装相的人 再有就是 华佗明摆着欺骗曹操 这是不实抬举 同时欺骗也是有损曹操颜面 如果华佗欺骗曹操 没有被识破 曹操还不至于下不来台 可是他欺骗完曹操还被识破了 这事既让曹操没有颜面 也下不来台 手底下人都看着曹操 就这么被华佗欺骗戏耍 以后曹操的连亡哪个 这也是最让曹操生气的地方 而且曹操也一直没有认为 华佗欺骗了他 他是又给华佗写亲笔信 还有派人去上家里请华佗 对华佗可谓是礼遇到位了 可是华佗每一次都在欺骗曹操 最后实在没辙了 曹操才有了派人去查看的办法 并且这时候 曹操还叮嘱派去的人 如果华佗没有说谎 就要重赏他 可以说曹操给足了华佗面子 对他也足够千功礼遇 但曹操换来的 却是华佗对他的欺骗 所以曹操在华佗这里 感觉失去了颜面 那曹操自然要把华佗整死了 华佗的死 也刺激到了另外一位三国名人 那就是大名鼎鼎老谋身算的司马懿 当时曹操征召司马懿给自己当秘书 之前曹操数次征召 司马懿都装病不想去 只不过司马懿演技足够好 他没有像华佗那样被曹操揭穿 后来司马懿眼看着华佗被杀 他也害怕了 他怕将来真要被曹操揭穿 自己也得和华佗一样的下场 因此在华佗被杀后不久 曹操在次征召司马懿时 他就乖乖去给曹操笑力了 所以对比一下司马懿 华佗就有些旧由自取了 曹操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 华佗如此欺骗曹操 最后还被揭穿了 那曹操自然要弄死他 当然 更重要是华佗和司马懿不同 司马懿是士族 华佗只是一名医生 在当时的社会中医生 属于乌医悦师百宫之徒 君子不齿的下流人物 社会地位并不高 所以曹操内心中也是看不起华佗的 在杀华佗时 曹操的重要参谋寻语 就曾替华佗求情 称华佗医术高明 关系人的性命 可以包容谅解 但是曹操却称华佗为鼠辈 称难道没有了华佗 全天下的人就不用看病了 由此可见 曹操内心中十分瞧不起华佗 不过曹操被打脸也打得很快 在华佗被杀之后不久 他最喜爱的儿子曹冲病重 结果曹冲的病让群医束手无策 这时候曹操只能哀叹 无悔杀华佗 令此而强死也 只可惜曹操后悔也没用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所以 华佗之死也不完全是曹操的多疑 跟华佗不喜欢被曹操驱使 喜欢无拘无束的游行四方 为百姓治病 还有他过于视材傲物 认为曹操有求于自己 因此胆敢欺骗曹操有很大的关系 总之 华佗给曹操造成了瞧不起他的感觉 还视材傲物地欺骗他 折损了他的颜面 让他下不来台 最终也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可惜一代神医就这么被曹操杀了 也是给中医学造成了巨大损失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